中共十八大即将召开,高层人事变动,以及未来领导人将如何领导这个国家成为关注的焦点。 专家表示,未来的中国新领导人将面临严峻的经济现实和更大的挑战,需要在经济前景逐渐变暗中改善庞大的农村人口的命运。 在距离中国首都北京不到两小时车程的地方,还存在着另一个中国,那里是七亿多农村人口仍从土壤中寻求生计的写照。 79岁的泰连庆,每月靠200元的政府津贴和庄稼收成生活,这相当于一年约3000元人民币,是大多数城镇居民收入的一小部分。 中国预期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是15年来最低的,11月8日中共十八大将产生新一代领导人, 可能要比他们的前辈面临更严峻的经济现实。 专家指出,为大约1.58亿农民工提供就业机会和改善贫穷的社会服务,可能比十年前更加困难。 在层市浙江省制造和贸易中心的义乌,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。 浙江义乌市联发针织制衣厂厂长吴宗军表示,与去年同期相比,今年订单下降了30%,由此工厂人员也有一半人下岗。 我感觉今年的显示比经济危机的时候应该是更严重。 为什么?当时只是资金紧张了,国外订单减少了。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基本上内销为主,内销为主的话影响不是很大。 现在也做了一部分外销,但是这个订单上肯定是有所降少。 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和成本上升,已经开始促使一些制造商另找别处。 在义乌的一个就业博览会上,曼莱员工表示,因为物价上涨,很难找到待遇优厚足以养家的工作。 经济学家毛于世表示,经济困境将给新领导层带来麻烦。 如果经济增长率下来,而且这种可能性在我看是比较大。 这样的话,老百姓的失业的问题,收入的问题,加上政府的滥用权力,这些问题纠缠在一起就会出问题。 毛于世和其他一些专家认为,在中国的经济放缓和民怨增长之际, 胡锦涛和温家宝错过推出政治和经济改革来避免危机的机会。 他们表示,新一代的领导人如果未能把握这样的机会,他们就不可能一帆风顺。 新唐人记者陈新梅综合报道。 收集中文字幕《岁导物》 收集中文字幕《岁导物》